我想说什么,哦,欢迎来到大连 一步一步的出流 嗨,大家好,这里是皮皮梨 大连是我们回到北京之前的最后一站 来到这里我第一感觉就是 大连真的好舒服啊 气温没有那么低 天也总是蓝蓝的 而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老城去走走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中山广场 对,我查到资料就是说 当时沙皇俄国是想以中山广场 这个广场为中心 然后就放射状的去设计的这个城市 模仿巴黎然后来设计的这个城市的规划 但是呢,因为日俄战争 是从沙皇俄国战败 所以其实沙皇俄国并没有完全建成 他们心里想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规划 后来日本占领了大连的时候 他们又完成了另一半的建设 而如今,以广场为中心 向周围放射状铺设街道的欧式城市格局 已经成为大连文化的象征富豪 我这几天在大连城区开车 有一个感受就是 这边单行道特别多 而且呢也用了好几个大的转盘 来疏导这个交通 感觉特别像在国外开车 像我之前在美国开车的时候 就有很多这样的单行道 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趣闻就是说 好像是有新手司机 在转盘上转了三十分钟没下来 最后是交警帮忙下来的 其实呢我也算是四分之一个大连人 因为我奶奶她的老家在这里 小的时候呢经常听我奶奶说 大连很漂亮 也不会像北京那么冷,天气很好 还跟她约定过长大了之后 一起来大连再回来看看她的老家 可是呢 在她去世之前这个愿望都没能实现 但不管怎么样 奶奶我现在在你的老家了 中山工厂上的鸽子和周围的历史建筑群 真的是绝配了 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 关于这些鸽子竟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所有的鸽子是我从烧火店里买回来的 所以说是爱新鸽 对,在这干了第26年的 哇 那您应该就是很爱鸽子 对呀 那跟他们很有感情啊 对对对 那您退休了这鸽子咋办呀 嗯 其实我早就退休了 嗯 但是我现在继续养活他们 走一步看一步 嗯 现在都六十好几年了 走一步看一步 鸽子跟您感情也很好 对 希望大家都能喜欢然后爱恨这些鸽子 嗯 让他们和我们的城市都能快乐的相似 走了 刚才我们遇到了一个习着死飞 然后轮子是粉红色的 阿爷 您这车也很酷 黑死飞的 车也酷啊 对呀 已经给他照着了 你好呀爸爸 他在小栏里好可爱 我在北京也有一台一模一样颜色的车 你记得吧 所以这是老年的你吗 嗯 真的太酷了 如果还想看看有异国风情的建筑 离中山广场不远的南山风行街也不错 南山风行街是一条日本风格的街道 看到后面这些建筑好像都很像那种欧式洋房 怎么可能日本人建的呢 但是原来的日本呢是有一个设计流派式 就是河风跟洋风折中的这种河洋折中的建筑风格 殖民的期间把大连做为了一个建造他们心中梦想的这么一个白纸 所以就在这里建了这种洋河风格合并的这种建筑 日本人把自己对欧洲的这个印象干得大连 是吧 虽然当年的建筑大多都不复存在了 现在始终在南山风行街本街上的建筑 都是后来对这种风格的拷贝 这座建于1925年的德国驻大连理事馆旧址 现在是文博艺术馆 整体新古典主的建筑风格古朴的庄重 楼梯吊灯轮把手都可以看到原来的痕迹 目前这里有繁华的阵案 门票是30元每人 虽然说南山风行街是一条街 但其实它这一大片都很漂亮 是的 就是我反而觉得这个风行街外面周边的这些建筑更有味道一些 延展的一个片区都很好看 绿色的站牌越看越红 如今日本的殖民统治早已不复存在 这片区域散落着很多网红咖啡书店 很适合周末漫无不敌的放松 除了光大连的历史建筑 我们这期也安排了看山看海路线 今天又来银沙滩了 我现在很喜欢这个地方 就是进了停车场就能看见大海 大海好漂亮啊 虽然是冬天 但大连近2000公里的海岸线 不看就真的白来了 沿海的木栈道真的好疗愈哦 刚刚我们还看到有人一边散步 一边看海 然后呢还一边听播客 你可以在海边发呆 也可以看一只海鲜 万有一个翻身 你好啊派大星 我发现有小鹿在这里 这里还有一只 好可爱啊 大连的生产环境也太好了 冬天来东北地区玩 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 白天的日照时间太短了 趁余晖散进之前 到新海广场追上日落 大连的夕阳好漂亮啊 是啊 海边的夕阳太美了 太温柔了 大连冬天的海 海水有一种 让你感觉很净腻的那种颜色 然后慢慢变成紫色 夕阳融色在海里 然后就滑蹬初上 就哇超美 暂时关节那些焦虑和不安 就像一场冥想 旅行中的大多数瞬间 虽然不会让我们毛色顿开 脱胎换骨 但点滴的治愈 总能带来继续前行的力量 和勇气 今天我们临时就先出门 为什么呢 因为大连下雪了 刚刚我们两个差点扑街 哈哈哈哈 吓得我 这个东北叫初六华 在我们北京 反正我们家 会说那种摔法 就是你直接平行摔下 像屁股蹲着地的那种屁股蹲 让老头钻被窝 你们想象一下 非常形象 真是行路都要小心 我们现在走到东港 它离我们现在住的酒店特别近 走路叮叮叮 我们刚刚在楼上看到那海 特别特别漂亮 这种感觉真的跟夏天的时候很不一样 有一种特别冷冽的美感 下了雪的大连换了新皮肤 总是想起那种浪漫电影 走着走着的就到了大连火车站 下午出来看雪景 为什么上午没出来呢 是因为上午那个风雪太大了 走到这里来看大连站 实际上想坐那个老电车 结果我们没有人一个人兜里有钱 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溜到大连站 然后发现大连站就是这个地方 全大连最容易打初六华的地方 虽然我们这拍几个镜头 也就无数个人在这里打初六华 所以你们如果坐火车来 下雪天来大连 在这里一定要小心走有雪的地方 买了热饮换几个硬币 我终于能在这个雪夜 体验心心念念的大连老电车 有轨电车是大连城市轨道交通的 重要组成部分 首条线路在1909年就开通运行了 我们这次乘租的201路 仍然保留着1935年服役的 DIO3000的老电车车型 即使是提前做过功课和看过照片 但当盖着白雪的老电车 缓缓向我驶来的那一刻 我仍然会有一种置身于老电影的即时感 师傅到柯海街道的 可以了可以了 这边的铜笔刷卡 过去的座椅 皮质的拉环 铜质的老顶灯和锁扣 都带着岁月的痕迹 操纵感也被磨得发亮 有一种回到了很早很早年的那感觉 它现在还作为一种通勤工具就很酷 老电车很慢 并不适合赶路的人 就像沐昕的诗里说 从前的日色别的慢 车 马 邮件 都慢 如今早有了更便宜的交通工具 我好像也很久都没留意过窗外的风景了 可能在某个赶路的夜晚 我也会怀念此刻这段 在老电车里偷来的旧时光 在大连的最后一天 我们又去了中山广场 不得不说 下雪后的这里更美了 好难想象就是在21世纪 才能看到再用的一个信箱 我有发现中山广场这一圈的建筑 历史旧址的利用也很有意思 刚才我们看到那栋楼是 横滨银行的旧址 它现在也是银行 是中国银行 现在我身后这栋建筑 原来是关东都督府邮遍电信局 它现在是中国邮政的一个办公室 这一圈的老建筑上都有这么一个二维码 你只要扫了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建筑 它原来的样子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历史介绍 我们现在准备出去看大连的夜景 今天我们准备到大连的观光塔那边 因为我们路过它的时候 我觉得它好漂亮 这个塔真的好鲜啊 镂空的网状结构就好像一只青纱 它真的很美 Simon刚刚跟前面的本地人学会了 如何在这种路面上走 对已经动的反光了 来Simon开始 留言 这是本地人的证券走法 未来 这几天在大连的漫游真的是 我觉得是我们这半年旅行中最慵懒的 最拖延的旅行 可恶是吗 每天睡到自然醒 因为是冬天的关系 下午4点多太阳就下山了 所以玩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所以我们就拖长了一点 在大连旅行的这个站线 是的 在影线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说了 这是我们回到北京前的最后一站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旅行就结束了 希望我们在北京还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地方 然后再启动我们下一年的旅行 毕竟我们已经在路上半年了 是时候回家撸撸猫了 这次来大连的感觉就是真的和我奶奶之前跟我聊天的感觉是一样了呢 真的是很舒服很惬意的海边城市 我觉得大连特别适合散散心 然后去回复一下元气 真的让人觉得就是非常的放松 无论是下过雪的海边还是松山寺啊 松山寺我听你说 或者是银庄素果的松山寺 中山广场大连火车站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我最推荐的就是你来到大连 不管春夏秋冬 一定一定要去坐大连的这个老电车 真的太有感觉了 我们去新海湾那边有一个山 叫什么山来着 莲花山 我本来想坐懒车去游览一下 坐懒车看海中感觉我是从来没体验过的 可惜 因为现在是冬天 因为天气原因风比较大 懒车就挺运了 我们去的两次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去体验这些 比如说懒车啊 比如说这种海上的游览呢 那我们比较建议你 夏天的时候来到大连 还有一个大连最美的季节就是秋天 这个时候大连的老城区两边的梧桐树全部都是黄色的 还有银杏叶 知道春天的大连怎么样 有春天来过大连的朋友可以补充一下 那真是我们这次来大连总结的一个体验 那以上就是这次大连漫游的全部内容啦 很高兴跟你去玩大连 我是一边旅行 一边用味蕾感受世界的皮皮梨 我是西门良 我们下个旅程见啦 拜拜